粗毒失誤, 因為真有其事 而他的血液又為甚麼是白色 究竟怎樣才能徹底解開 人從他體內的謎底呢 解物能動, 馬上跟你一起 探秘賴血人 如果我問你, 人的血是甚麼顏色 你一定會笑我, 還要問的, 當然是紅色的 但是, 如果我告訴你 有些人的血是奶白色的, 你會不會相信呢? 最近, 有一個剛剛出生了40天的嬰兒 身上出現了這樣的怪事 這一天, 一對夫婦抱著一個 剛出生沒多久的嬰兒 壽容滿面地衝進了 湖南省兒童醫院的急診科 護士接過了醫生手中的嬰兒 準備做一些常規的檢查 就在幫嬰兒抽獄的時候 護士嚇得整根都呆了 他發現嬰兒的血竟然是白色的 身體的血竟然是白色的 得出這個消息 在證得醫生的同意之後 我們看到了嬰兒的血液標本 本來只是一次常規的血氧檢查 結果竟然抽出了這樣一瓶奶白色的血 老實說,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 我們也很難相信這個世界上 真的存在擁有白色血液的人 那個嬰兒的血液 究竟為什麼會白色呢? 他現在的健康情況又如何呢? 當我們在病房裡看到這個嬰兒的時候 他還剛剛睡覺 你看他臉色紅潤 他的樣子還很隨緻 這樣很難令我們相信到 他的血完全不同於其他人 當我穿進去的時候 就突然感覺流出來的血顏色不對 帶點粉紅白色帶粉紅的顏色 一開始我以為是我穿四錯誤 我沒穿進去 但是因為我以我多年的經驗 我覺得我應該穿進去 然而更加離奇的是 血液抽出來的變化過程 當它是彩色的顏色是粉紅色帶點白色 然後進去一個血液以後就分成了 上面的血清的顏色就跟別的毛毛不一樣 別的毛毛都是淡黃色的 它的血清就是白色的 跟下面流來的顏色很白色 這個情況啊 立刻引起了醫務人員的重視 血液標本被迅速送到檢驗科 我們拿到這個寶寶的血液之後 第一反應就認為他可能是剛剛未完來 還沒有來得及消化 一些脂肪沒有來得及消化 所以當時我們這邊的標本都不接收 我們就打回去讓它重新抽 因為這樣的標本 認為不符合病人的實際情況 第一次的血液讓本 被檢驗科拒收 但新生兒三科的黃主任 就認定自己部門抽血肯定沒有問題 所以由他親自組織的第二次常規抽血 確實還是讓我們非常驚奇 就是它抽出來的血 剛開始的話就是那種粉紅色 也是不正常的 但是沒想到 在幾秒鐘的時間就變成白色 確實非常驚奇 抽出來的血液 還是跟第一次一樣 都是奶白色的 但是這次送檢得到的結果 就令更加多人感到不可思議 因為我們現在做血常規 以前做這個大型的生化分析語 它都是要求的 就是這個標本有一個要求的 你如果是這個乳白色含質量多的話 它對結果有影響 所以我們第一次做出來的結果 很多結果都是異常的增高 這一次的檢查結果顯示 嬰兒的肝和皮這些器官 已經受了嚴重的影響 這樣的結果 令到所有人都恥療不及 一次在臨床工作來 有二十七年過 所以從來沒見過這樣的病人 但是憑著經驗 醫務人員又覺得這個結果有點QK 因為那個寶寶 除了血液的顏色遇上之外 沒有出現過那個器官功能 損傷後的併發症 難道這個嬰兒沒有病 他就是一個擁有 汗鏡的白色血液的賴血癮 又要求臨床給我們抽了第三次血 又抽了一次 抽來之後 我們就採取了一種高速離心的辦法 就用一個高速離心機 把它那個血脂 因為它比水要輕 離心之後 它就浮在那個血漿的上層 浮在那個血漿的上層 第一層就是主白色的嘛 然後第二層就是那個黃色的血漿 黃色的血漿 然後最下面就是紅細胞 白細胞 所以分為三層 第三次檢查 終於把血液中那層白色的物質 分離了出來 但是結果更加令人想不通 在那層白色的物質下面的血漿 和血塊檢測數據 竟然和正常人沒有任何差別 這麼離奇的現象 令到經驗豐富的醫務人員 都非常驚訝 在這個時候 要解開奶血的BB的謎團 分離出來的那層白色的物質 就變成了關鍵了 一次又一次抽血化驗 令到醫務人員不得不相信 因為這麼罕見 甚至可以說是全國第一例的奶血嬰兒 就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現在大家都正為這個奶血嬰兒 做最後病理確診 那我就想 在得到最後科學確診之前 不如我們先來調查一下 看看這個世界上 是不是真的只有紅色血液的人 而在我們的身邊 還會不會有其他顏色血液的人 或者是生物存在呢 如果這個世界上 的確有其他顏色血液的存在 那奶血就應該有存在的可能 講到其他顏色的血液 我們又必須提提 十年前有一部叫做 藍血人的科幻電影 影片說的是一名來自外太空的藍血人 來到地球之後的種種遭遇 雖然只是一部科幻電影 但是地球上是不是真的存在 藍血人 就一直是很多生物學家爭議的話題 那如果藍血人真的存在的話 那奶血的現象是不是正常的呢 像在一些國外 好像是加利福利亞那邊 他們就報導一些高山居住的那些人 有發現了有藍血的人 藍血的 後來發現它那個藍血是因為高山缺氧 缺氧 它的血紅素就特別多 因為血紅素它是帶氧的 為了適應這個帶氧的功能嘛 它那裡血紅素就特別多 血紅素濃縮之後有可能就是淡藍色 通過搜索我們驚訝地發現 原來世界上真的出現過藍血人 而且這樣的案例遠遠不止一個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美國肯塔基州 一名男子因為隱性基因的遺傳 導致血紅蛋白發生異常病變 使全身皮膚和血液都呈現出深藍色 同樣在美國 加州一名男子因為長期服用含膠質銀的抗生素 導致銀中毒令全身包括血液變成藍色 1966年有一位西班牙婦女 因為長期用鼻吸食某種特殊藥品 而導致血液變成藍色 藍血人的存在 從一定程度上證實了 賴血人存在的可能性 通過對以上這些藍血人的分析 我們可以捕捉到這樣的一些訊息 當人患有某種特殊疾病 或者長期服用某種特殊藥物的時候 身體裏面的血液的顏色 就可能發生了變化 而通過查閱資料 我們也大致總結出了 可能導致出現奶血現象的幾種主要原因 1.輸入人造血 2.服用藥物 3.家庭遺傳 4.環境影響 那奶血嬰兒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醫院檢查幫莫主任 有一番話引起我們的注意 因為有的病人需要大量失血的時候 血液供應不上 就是血液供應不上的情況下 可以臨時用那個人造血液來代替 血液的顏色是白色 也是一個乳白色 莫主任口中提到這個人造血液 和這個嬰兒奶血的血液非常相近 這個嬰兒出生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遭遇過有什麼危險 而輸入了人造血呢 早餐呢 差不多就是一個月的樣子 早餐呢 一個月多 一個月的樣子 所以出生當時 就是說看上去的情況都挺好的 出生當時也沒有一些異常的情況 出生二十天的時候 就因為他有嘔吐 然後就又到當地雲南的一個營業去 進行住院 然後當時的話呢 這一次去住院的話呢 當時抽出來的血液就好像是白癌 這個嬰兒剛剛出生的時候 一切正常 他的血現在是常見的紅色的 變化呢 就是在二十幾天的時候突然出現的 在這二十幾天的時間裏面 除了正常母乳餵養之外 奶血嬰兒就沒有摺到過任何其他藥物 難道他這種奶血 是先天為全的 標查他的直系家屬 那麼他的直系家屬的話呢 沒發現有這個情況 而且他直系家屬的話呢 包括小孩的父母 和他的一個九歲的胳膊 做出來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是誰呢 在這兒子兩天 如果是誰呢 也要是不會悔悔的 他真的要去下一次 是誰呢 是誰呢 他最終的 會不會悔悔的 他已經認識了 他就說到天臨 他就能說到天臨 都不得了 他就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结论就是尼曼匹克氏症 尼曼匹克氏病又称为超伦之沉积病 属于先天性糖脂代謝性的疾病 多数发生在三至六个月的BB身上 病发的初期食欲不振 容易嘔吐 多数人容易因为感染 而无法生存到幼年期 有一个作物的家众的护肠 就是说因为这件病本身比较罕见 在国内世界上 就是看到新小人 我们也是看到第一人 就是这些小孩 就是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现在也不敢说 因为就是说我们希望这样 诊断结果似乎很不乐观 但是在这些检查了相关资料之后 黄主任就觉得 其中还有很多暗藏的QK 本身这种疾病就非常少 然后我们查阅的比较大的小孩的话 它都是就是有很多的明显的症状 才会去查人血的 那么这个变成了 而且以前的报告的话 都没有发现这种血是这样的 没有一定是这样的报告 在这个时候 检验科送来了 他们对那层白色物质的最后检测结果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个BB身上出现了这种复杂的病症呢 关于奶血BB的评因 医生就认为很可能是小孩家族中 存在某种隐形的遗传疾病所致的 正当我们准备找家长进行调查的时候 竟然发现他们已经办理出院手续了 难道小孩的父母 已经对治疗失去了随身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帮助这个可怜的BB 我们和医院的专家在一起 专程转到BB的家 奶血BB的家是位于流底相风 几天不见而已 BB还是相当精神随智 虽然他这几天情况很稳定 但是一说到女儿的病情 他妈妈就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当我们问到为什么要这么急出院 是不是打算放弃治疗的时候呢 这两夫妻的态度就表现得非常坚定 他们就表示 无论如何 我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女儿 BB的爸爸告诉我们 他们一家人 现在每天都是搜集和这个病相关的讯息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 就算倾家荡产 也在所不惜 离开楼底之后 和我们一起的专家 查阅了大批相关的资料 面对着奶血宝宝现状的情况 专家也给了很多自己的建议 爸爸的情况还可以 他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还有北京癌症医院 可做这个方面的检查 今天他就说要定时的检查 一个月以后还是要去检查的 到了这里 关于奶血BB的迷团 基本解开了 但是最终得到的答案 就是令我们感到非常沉重